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我们来到铜锣湾吃韩式烧肉 餐厅位于灯笼街的永光中心三楼 主打是吃韩牛 有几款放堤 午餐定食也有很多款选择 我们想吃的是二人份的定量午餐 猪肉的这款是188元 有牛肉的会贵一点 238元一份 现在放堤还是定食也有八五折优惠 但我们不知道做到何时 因为网上没有写,我们还是去到才知道 餐厅都很光满和干净 我们平一下就去,比较静一点 好像只有我们一台 有些包场feel 腰肉,水的味道 一 NC 1-20Ed 烧肉定量套餐也会会爆上一份肉 锅中的 宜饴品, Sale地,Hでした 小roz,切 direct,公司的杏仁 owns什么 cd 蚊掌只有放題有限時 是120分鐘的 其他沒有限時 我們這個午餐可以吃到5點 5點之後轉晚餐 外面夾的食物會不同 所以一定要結帳 生啤清酒要另外加錢 雪條的都是放題才會有的 通常燒肉要是用鐵板 要是用網燒 今次是用光波爐燒 聽說會少一點油煙 最有趣的是爐會轉 然後轉一個圈是30秒 但坐在爐旁邊是很熱的 我覺得燈照的地方特別熱 夾的時候生得太入 我覺得比平時的火燒更熱 有寫到不同的肉要燒多久 還有多給一個計時器也挺貼心 雖然計時器用第一次就壞了 檯園本身也有少少調味料 但點完食後店員會再上蒜片 韓式豆瓣醬和三份醬汁 都幾多醬 今次試到兩款都標榜是韓牛 還有最高級的一加加 是最高級的嗎 對 一加加一加一二三 哇!那三還可以吃的? 哈哈哈 我平時吃的應該是八腳 哈哈哈 不算啊! 好啊! 每份有六片 都是很細片和比較薄的 但想不到有多好吃 牛肋骨肉是甜甜的 而且有很多肉汁 我喜歡它是真的很軟的 而牛肩鴿這款比較有咬口 都幾重牛味 所以它的味道比它賣相好 有少許驚喜 滑片的豬肉燒一分鐘便可以吃 好 燒到邊有些脆脆的 也挺香 但它很薄的 所以就沒什麼肉感 因為爐子一直會轉圈圈 所以其實我想夾的東西 Komi就會跑掉 下次再來 哈哈哈 韓式雞腿肉本身有少許醬在上面 要燒5分鐘 這次的雞肉很成功 如果看過我們之前的影片 都知道我們覺得雞肉真的很難燒 很容易燒到外面焦了 但裡面還沒熟 但這次5分鐘的熟度真的剛剛好 雞肉本身也醃得很入味 挺好吃 虎蝦去醬煲煲 都挺大隻 因為都是急凍的 一定沒有新鮮的那麼鮮甜蛋牙 普普通通 半學清後也是燒1分鐘便可以吃 它上面還塗了不少牛油 很棒 很棒 要這樣斜這邊放牛油才不會漏出來 雖然它不算很鮮甜 味道是比較淡一點的青口 但因為很大隻 所以咬起來也挺肥美 半碟還有一點沙律菜 杏包菇、粟米和冬菇 我們想試一下雜炒沙律菜是不行的 很難吃 但杏包菇、冬菇、粟米都很好吃 尤其是粟米 很久沒吃過這麼甜、這麼香的粟米 可以在青口裡撻少許牛油 飲品是有角色的罐裝飲品選擇 我覺得都幾多款 有三個櫃 還有啤酒 分為兩個櫃 沙律有車尼茄、生菜、粟米、青瓜絲 中華沙律、蟹籽和蟹柳絲 有蟹籽有多特別 很脆薄薄 中華沙律也不錯 不會說很酸 粟米也很甜 我覺得青瓜絲、粟米、蟹籽、蟹柳絲和麻醬 他們全部都是好朋友 做一碟沙律吃也挺開心 普通配燒肉吃 生菜不算很爽脆 但也不錯 前菜小吃也有五款 泡菜蘿蔔粒 涼拌蓮藕、涼拌青瓜、炒雜菜和枝豆 青瓜幾重蒜香味 醬汁也不會太辣 而且口感也很爽脆 很開胃 涼拌蓮藕片也差不多 很好吃 吃起來很爽脆 這兩款都可以勁夾 知道沒什麼調味 是很原本的味道 泡菜蘿蔔粒又酸又辣又鹹 單吃的話太刺激了 我覺得加上生菜包肉吃會比較好吃 泡菜老了一點 有點渣 但調味不錯 還有很香的麻油香 總括而言 我覺得是很有儀式感的一頓 就算肉是一塊塊的 也會給我們剪刀 夾和醬料都很齊 裡面播著韓文歌 座位都很闊 我覺得下午離開銅鑼灣 想找個地方聊聊天 燒肉 喝飲品的話 這裡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顏色中的選擇 ? 我們這次想吃? 我們這次想吃的是這個 五市二人前搬置了套餐 我原來在開啟 那餐廳都很乾 好像人家插了除了雙頸 哈哈哈哈 猛 跟卡達拉娜有什麼分別 這個套餐伴碟還有很多 伴碟還有很多 小小 哈哈哈哈 我怎麼騙人 有蟹子又多特別 有蟹子又多特別 青瓜絲 粟米蟹子 蟹柳絲 蟹柳絲 我覺得青瓜絲 粟米蟹子蟹柳絲 Session 哈哈哈哈 你也不知道 配著 哈哈哈哈 好多謝大家看完這條片 有關這條片的資料 可以在下面的蟹柏方找到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還有隔壁的朋友啊 拜拜